请 程家要开佳学 想去白露山 求学子施教 这程家还真是舍尽求远啊 普天之下 除了夫子 谁能比我更合适 公子这意思 不愧是想要去程家 当那什么夫子吧 皇甫夫子 惦记着丧师叔 让我平日里多照看一耳 我怎能违背师命 丧师叔不是在华县吗 丧师叔最喜欢的 便是他那不着调的侄女程少商 白露山此番来信 是想我推荐师兄弟 不如我自剑 替丧师叔分忧 好好调教一下程少商 免得他嫁人前 懵懂莽撞惹人嫌 这程家是替家中的儿郎 招夫子 可不是替女眷招女师啊 圣人有云 有教无类 我是那等 卿是女眷之凡夫俗子吗 自然是要将女公子们一并交好 自然是要将女公子们一并交好 那是亲事女眷的事吗 那分明是人家根本就没想找你啊 停车 这还没档呢 这还没档呢 怎么就停车了 公子当真要厚着脸皮 自剑到程家当那什么夫子吗 哪有人放着官不做 跑到群立侯家学里 当一个区区的夫子 谁说没有 皇甫夫子 如今不也致逝回白露山 专心育人吗 天地君亲师 师者 并不输给任何栋梁公骨 你别瞧不上夫子之位 想来程家争当夫子的 怕是不少呢 这娄公子今日穿戴当真金身 怎么还有楼家众夫人随行 想必不是来程夫子 怕是来会亲家吧 公子 既然城府今日有贵客 不如咱们改日再来 回府 公子终于想到了 谁想通了 我要回去换一身 比楼瑶更精神地尝尝 不如咱们 万不可在未来学子面前 失了气势 阿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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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上来定着辛苦了吧 所有就去碗凉汤喝 走 就只有阿瑶有凉汤喝吗 少商 这位是我阿母 来 听我认臣夫人 身体不适 特来烫吧 娄仲夫人 娄仲夫人好 我儿将少商横竖都夸了个遍 可偏偏没夸着模样 是这般秀丽惹人喜爱 阿瑶是如何夸我的 忠夫人只管说说 与我也开心开心 娄家忠夫人来了 娄公子 为何不早些告知呢 少商 快些随我见礼 您快请坐 你坐这儿 快坐下 听说夫人身体不适 本是惦记你才来的 可若是打扰了夫人 还不如不来呢 依照礼数 本应该我去您的府上 商讨两位孩子的大事 可偏偏 这病生的不是时候 你且慢慢养着 你别急 我也不急 可就是不知我儿 急否 阿母 最后 你现在要接着 你招着 养着 草老鹏 你招着 你说哪呢 算呀 你看 他们正在肯定 那是有三个人 你带着 我因为两个人 我还是要 她一个人 来 还给我送来了药材 我并未收下 至于恭贺 毕竟还未接到圣上诏书 怎能接受众夫人的恭贺呢 夫人 这贺礼您收下只赚不亏 夫人只管说 这份大礼您是要还是 不要 今儿怕是喜鹊灯烧头的大喜日 贵客们都扎堆上门 你君猜猜又来了哪位稀罕客人 严公子 你不想起来 又是一个人 我家 你会想起来 这一切 你也想起来 你会想起来 我门上试了 只是袁公子学识广博 朝中同僚交可称赞 我程某怕是没有 天赋异禀的学子给你教啊 阿富 阿瑶的伯父乃太子师 阿瑶的学问 也是他伯父亲寿亲传 不如你让阿瑶来教阿乡们学问 这样也不必用得着外人来吧 说不得 我学识与善建兄相比 相聚千里 阿瑶 人要有自信的 都要嫁人了 怎么还口不遮拦 先让阿瑶教教你规矩吧 袁公子 千莫见笑 先饮口热茶 of right 你还是要做的 我偷袭他 你回去拿着 你回想了 我吃完 我给我 在咱们府上 得跟我怎么讲学了 什么 这般天气热 喝热的 定日心里躁得慌 冯才说带你去喝凉汤 线下可还想喝 好呀 自身要的 这种天气就是得喝点凉的 心里才爽快 我现在就给你拿了 此茶回味甘甜 暖心暖胃 夏日里就该喝些热茶 才是圣人静心养生之道 唯有市井小人 才爱良物 生极脾胃 我记得阿富也是还喝凉的 阿富现在喜欢饮热的汤 阿富现在喜欢饮热了汤